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从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唱精灵周深 周深近年来的歌唱事业可谓是顺风顺水 除了他自身的实力和努力之外 其谦虚礼貌的人品也赢得了大众的认可 更有意思的是 近年来的周深频繁的和各大艺术家跨界演出 而且这种势头好像是一发不可收拾 到近年的演艺区二里吧 几乎每个月都能看到周深和各大艺术家演出的相关报道 而且看效果都反应不错 这一波周深的最新演出情况又来了 就在这几天前后不到三天的时间 周深先后两次和艺术家们跨界合作 一共演唱了四首歌曲 再次获得了现场关注和网友们的赞扬和掌声 不少网友啊 特别是声民们看完之后直呼不过瘾 还想要再听周深多唱几首 10月30号晚 周深参加了快手一千零一夜的晚会的演出 在这次的晚会当中 周深第三次和著名的钢琴演奏家朗朗跨界合作 还有小水井合唱团的加入 使得这次的合作真的非常成功 让现场的演出一下子升华到了艺术表演的高度 刚开始在看到周深和朗朗合作的是大鱼这首歌的时候 无疑是有些小失望的 毕竟周深的大鱼 几乎是所有的歌迷当中已经玩手能详了 但到表演开始的那一刻 我承认我震惊了 朗朗开头钢琴座前奏 行云流水意境出现 朗朗的钢琴记忆那可是国际水平啊 而大鱼这首歌曲需要的意境是一种美 从紧到琴的相互转化 相互映沉 就在朗朗钢琴响起的时候 那种意境便已经展现出来了 纯音乐的美仿佛说话卷 而前奏刚结束不久了 伴奏变响起 周深的前半部分的演唱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然而在中部演唱的时候的变化 却引人惊艳了 周深的演唱把海耀之名展现的是淋漓尽直的 仿若是自然的天籁之声 在大鱼这次的演唱当中 我听到了巅峰的版本 在周深的这次演唱当中 彻底的把情感爆发出来 以景美相互交印 却又不是自然的异味 而后期的一些微小的变化 无疑也是周深对这首歌曲的理解更为提升了 整体来说呢 比以往的进步呢 明显的更加进步了 而这次的演绎呢 也并不是说只有周深和朗朗的参与 其中呢 和尚的伴唱也是一个亮点 和尚的伴唱在整首歌曲当中的突出表现并不多 但对于和声部来说呢 在这首大鱼的表演的时候 无疑也是提供了不少精彩的声部 更显大气 更有美感 就在这首大鱼结束之后 周深再自带了一首英文歌曲 Scarborough Frag 实际上呢 这首歌曲的灵魂之处在于副歌 而周深的版本呢 虽然和原唱音级上不相同 但是却有一种新的灵魂体现 这次作为翻唱歌曲的最大的殊荣 谈及此处啊 我们也不得不提到周深的语言天赋了 在强大的语言天赋之下 嘉宇这首歌曲的难度减少了许多 整体的英文非常流畅 而周深本身就是对歌曲有着特殊的领悟能力 站在舞台上面闭眼睛的那一刻 他是引人注目的 在演唱的过程中 音色和音接处理的很难美 到了和尚团的伴唱呢 也是为这首英文歌的演绎 提升了一定的档次 整体听众的感受 更像是一场国际演奏节的原创 毕竟能有朗朗弹琴 和尚团伴奏也是周深独有的待遇了 在周深的表演结束之后呢 众人的欢呼声非常高 在整场快手林音乐的晚会当中 都显得突出了 毕竟这可是有的许多大开开与的晚会啊 能够引得无死的高潮气氛 已经证明了它的优秀 就在这次晚会结束之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10月1号 《王者荣耀》正式开启了 《王者荣耀》五周年的 《王者共创荣耀》盛典 在这次的盛典之上 主办方也邀请了 宝藏男孩周深前来现场 而周深在这个盛典上 再次演唱了 颇受游戏迷们喜欢的歌曲 《微光海洋》 这首歌曲现场效果特别棒 将周深内空灵啊 透亮的嗓音 再次淋漓尽致的 真的是一种美的分享 那啦 更让观众和声明们 欣喜的是 周深除了演唱《微光海洋》 这首歌之外 再次和艺术家进行跨界合作 他这次的合作对象呢 是乐剧的表演艺术家 毛威涛老师 他们一起合作演唱了《相思》 而这个版本的《相思》 和周深之前在歌手当晚之年 演唱的《相思》 想比较的话 有了一些改动 这次的《相思》吧 周深最擅长的 美声攻击的流行唱法 和毛威涛老师的 乐剧的唱腔 巧妙的融合在一起 真的让人很惊艳 不少的网友和声明都说啊 深圳这次表演 有了刷新我对周深的认知了 确实周深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 和《朗朗》 《小水井》合唱团 以及《毛威涛》的跨界合作 让我们再次看到了 周深在歌唱事业上的开放 求索精神 让大家对周深这位歌唱精灵 到底能够达到 这个怎样的心境界而感到好奇 当然这有不少的网友 或声明所说的那样 只要是周深的演出我都喜欢 只要是周深唱的歌我都爱听 这部我也准备再次去听听 上述周深演唱的四首经典歌曲了 另外除了歌唱 他也是被综艺之神眷恋的孩子呀 这次《椅子先动》的时候 让腿长一五五的周深 成功的更新了自己的微博词条 周深做椅子太好笑了 看到他好不容易努力的快奏上椅子 结果那椅子旋转降了下来 又好笑又尴尬 忍不住想起了在《青春环游记》 里边他和贾琳扮演的刘德华那一段 最后帅气结尾呢 要上摩托车的时候 卡住了腿过不去 也是笑翻了欣赏了所有人 真是气场两米八腿长一五五 却也是过不了半米的椅子和机车的阻挠啊 在娱乐圈身高呢 也是一直大家讨论的梗 尤其是周深和何老师这样的 在娱乐圈一米七八的 都在被说矮的氛围里 更是常被提起了 但他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的自黑真的是走自己的黑路 让黑子无路可走 网上有很红的 关于周深怼粉丝合集里边有一段事 粉丝说 如果他还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周深你可以娶我吗 周深回答说 你这是在骂我 除了自黑还可以机智的原场 有一次参加节目呢 有个问答环节 李克勤老师问他说 女生多少斤才算重啊 他马上改变了话题说 男人多矮才算矮啊 这样猝不及防的 自黑的完美的原场 还是显示了对于女性的尊重的 时于歌曲 限于才华 最后被他的沙雕给全粉了 周深曾经说的一段话 说的是他自己 但是所有人也都很适用的 说我一直都觉得 做好自己的事情的人 都是最强大的 不要太被别人干扰的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要的是什么 朝着那个方向奋斗 你遇到的各种问题 就会变得极其简单 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在努力的克服迎来的困难 腿长一五五 椅子先动的手又怎样 他可是跟粉丝们喊 少管我的周深 下一次我们先动手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